本章主要讲的是 在占用人跟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基本上在请求千让皇屋之前的必要准备 在请求千让皇屋之前必要准备的时候 你必须了解占用人跟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那从这个角度的时候 可以从最初的笔录到吊卷 去月卷 了解他这一场为什么 他这个房子会给拍卖的中间的过程 去了解 然后并进了一步去搜集以下的相关资料 首先是租约 就是说占用人跟债务人之间 他的签约时间是在哪一点 那他的押金租金是不是合理 期间多久 到底是定期的还是不定期 那有是否经过公正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你要知道 如果是点权的部分是可以从登记上看出来 然后如果是借用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只是土地的利用 上面有建物的时候 要去了解土地使用同义书 这个版本是不是存在 以前是不是有签订 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讲 债债抵租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借用或债抵租 那他到底是定期或不定期 他到底是查封前查封后 然后再来你要去了解 他资金往来进入 还有他是否报税 然后如果说占用人当中有一些是比较奇怪的人 举个例子来想像植物人 那这身份一定要确认 他到底跟占用人 也就是说这一个人跟占用人跟债务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然后再来的时候要从两个方向去着手 第一个方向是登载不识罪跟伪造文书 到底我们是打算走刑事还是走民事诉讼 那这些东西去综合整理判断 去拟定所谓的请求千让皇父的最佳策略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义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